食管癌的饮食护理非常重要 因为合适的饮食可以帮助患者保持营养均衡 减少不适感 加速康复 以下是一些关于食管癌饮食护理的建议 一 细嚼蔓延 由于食管癌患者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进食时的咀嚼和吞咽方式 应慢慢咀嚼食物 确保充分嚼碎后再吞下 以减少对食管的刺激 二 避免刺激性食物 患者应避免食用心脑 酸甜 坚硬 刺激性食物 以免加重食管粘膜损伤和不适 同时要避免吃过热或过冷的食物 以保护食管粘膜 三 增加营养摄入 食管癌患者需要更多的营养摄入 特别是高蛋白质 高维生素 高纤维的食物 可以适当增加于肉 蛋 奶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同时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四 适量饮水 患者应适量饮水 保持口腔和食管湿润 同时可以帮助食物在食管内滑行 减少耕住感 但应避免一次饮用过多的水 以免加重食管负担 五 初后饮食主张少吃多餐 饭后不能立即平窝 或睡前不能吃东西 防止反流物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